近日,委内瑞拉举行了议会选举 对于总统马杜罗来说 这是无比重要的一次选举 因为将会决定他的去留 他曾在议会选举前四天表示 他的命运掌握在委内瑞拉人民手中 如果反对派政党赢得议会选举 他将会辞去总统之位 此外,他还在8日爆出猛料称 哥伦比亚想对美国发动战争 企图暗杀自己 但他提前获得了情报 并成功逃脱了刺杀 据了解,在选举当天 共有107个政党团体 约1.44万名候选人 争抢277个议席 而根据最新统计结果显示 马杜罗领导的执政党 统一社会主义党 赢得了议会91%的席位 也就是253个 据了解,委内瑞拉议会 是该国最高立法机构 每6年选举一次 今年的选举结果将在2021年1月5日出炉 5年前,反对派政党联盟 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 随后马杜罗政府 与反对派爆发矛盾 去年1月 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 在美国的扶持下 成为临时总统 并试图从马杜罗政府手中 夺取政权 此后 美国对马杜罗政府 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 瓜伊多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 马杜罗政府不仅掌握了主动权 还加强了与俄罗斯 伊朗等国的合作 近日 伊朗还用行动力挺委内瑞拉 据俄媒称 由10艘伊朗邮轮组成的船队 正在前往委内瑞拉 帮助美国渡过石油危机 此外 在伊朗邮轮卸下石油后 还会帮助运输 委内瑞拉用于出口的石油 事实上 不管是对伊朗 还是美国的石油制裁 美国都已经失败了 这场危机 反而让伊朗和美国越走越近 甚至萌芽出了抵抗经济 反观美国 眼下处于政权过渡期 根本无暇顾及瓜伊多 顶多与马杜罗打打嘴炮 如今面对马杜罗的胜利 美国彻底坐不住了 即将卷扑盖走人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选举日当天 质疑委内瑞拉选举存在舞弊 称马杜罗政权 赢得选举是非法的 违背了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罗伯特·奥布莱恩也称 这场选举是欺诈行为 对此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 阿里亚萨毫不留情的回怼称 蓬佩奥这头僵尸说话了 美国的阴谋已经彻底失败 他还讽刺称舞弊只存在美国选举中 而不是委内瑞拉 特朗普政府表示 他们会继续承认 乖伊多是委内瑞拉总统